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就会很美好 没有错 排泄顺畅是我们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是排泄要怎么样才能顺畅呢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为您邀请到 恩主公医院密尿科主任王炯臣 王医师 欢迎王医师 主持人好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 王医师我们说排泄顺畅很重要对不对 那当然排泄顺畅分为两种对不对 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的排泄尿尿 一个就是大便的部分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要来谈的是泌尿的部分 那所以排泄顺畅的话 我们说第一个 如果泌尿就是会让我们想到肾脏 对不对 好 那我请教一下 肾脏的功能有哪些 我们基本上我们肾脏的功能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卡来看到 我们基本上我们肾脏的功能 有分为五大类 然后大家各位观众最能了解 第一个大概就是排泄我们的水分啊 还有些电解质跟这个酸碱度 然后我们自己 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酸碱度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大概酸碱度 大概PH值大概在7.4左右 身体在呈现稍微弱减的状况是最健康的 对 因为我们说酸性的体质 容易就是得一些病痛嘛 或者甚至是癌症的那个 得病率也会比较高一点点 OK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就是排泄我们的一些代谢的产物 比方说我们吃很多肉类啦 鱼类之后 这些都会产生一些尿酸啊尿素 然后这些帮它排除之后 我们的身体就比较容易 获得一个比较平衡比较健康 然后第三个是 我们要排泄我们一些外来的物质 像有时候我们会吃很多药啊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食品添加物啊 就像我们的什么毒淀粉啊 毒奶粉这一些 我们把它排除掉的话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肾脏的功能 不过大概我们吃的这些毒淀粉 大概在几个小时就会排掉了 对 好像我们看到新闻报导上面有说 就是说如果我们吃进了那些毒淀粉 只要你大量的喝水 可以经由尿液的排泄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毒排掉了 对 OK 不过因为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排掉 所以有时候并不容易侦测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吃完 可能两三个小时去抽血 才会知道说你有吃到这些有毒的物质 你隔了两天之后再去抽那个血 有时候就看不到了 OK 所以你吃了有毒物质 你自己也不一定会知道 了解 那如果说我们不小心吃进了这些毒淀粉 然后我们也喝了很多的水把它排掉 可以完全充分的到排干净吗 它会不会在我们身体里面造成任何的残留呢 我想这个东西因为它基本上是化学的东西 还是会有一点点残留在身体里面 所以久了之后对我们的身体 尤其对我们的肾脏都造成很大的负担 所以当然多喝水可以减少 但是能够减少到完全是零 当然是不太可能 了解 好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大概比较观众比较少了解 就是说肾脏还有功能就是生成这个糖类 有时候我们肚子饿太久的时候 除了我们肝脏会把蛋白质转变成糖类之外 我们肾脏也会制造某一部分的这个糖类这样 是是是 所以就是说我们血糖太低的时候 这时候肾脏就可以生成一些糖类这样 让我们不会那么的饥饿吗 对对对 OK 好 然后最后的功能就是来制造荷尔蒙 我们身体的肾脏里面会制造三种很重要的一个荷尔蒙 第一个叫红血球生成素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洗腎的病人 他这个都很容易贫血 就是因为我们的肾脏要制造这个红血球生成素 这样 然后有些洗腎的病人长期洗腎的时候 有时候每个月都要打一支那个铁剂 或是红血球生成素 愿意这样 因为会缺铁 对对对 了解 然后第二个我们这个制造荷尔蒙的时候 第二种荷尔蒙就是我们的肾脏 肾脏跟我们的这个血压的调节是有关系的 所以洗腎的病人有时候 肾脏功能变差的时候 这血压会高高低低的不是很稳定 就是那个肾脏的调节是有影响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肾脏功能不好的病人 也容易骨质疏松 真的啊 因为他就是维生素D 就是我们的这个 跟我们的骨质的生成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这样 想要请教一下王医师 如果说肾脏比较不好的人 是不是也需要多多的去晒太阳 对对对 因为晒太阳会刺激我们 就是那个维生素D的增加 对对对 所以肾脏不好的话就是不只会贫血 然后血压控制不好也容易骨质疏松 这是我们在肾脏 要保护肾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 好了解 但是我们的肾脏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才需要洗肾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王医师 好 当然在台湾要需要洗肾的原因有很多种 包括糖尿病啊 高血啊 还有服用太多药物都会造成肾脏功能的丧失 然后一般来讲如果肾脏功能只有原来的 肾脏功能的十分之一的时候 就是本来的功能的十分之一的时候 大概那时候就接近要洗肾的程度了 可是我们要知道说 虽然十分之一要洗肾 可是当在五分之一的时候或三分之一的时候 只剩下这样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时候 病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对这个也是我想要请教王医师的 因为我们说台湾洗肾人口这么多 那一定是在这先前可能他很不容易被发现 就像我们说肝病一样 肝病跟癌一样 他也是早期都是没有感觉了 等到你一旦有感觉有状况发现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比较严重了 那像我们平常怎么去观察自己的肾脏好不好呢 好 平常要知道我们的肾脏功能好不好 第一个当然最简单是抽血 然后第二个是看超音波 这也是看看超音波有没有一些肾结石啊 肾水肿啊 或者有些肾水泡一些 初期的肾脏病变 有时候靠超音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是是是 然后当然有时候需要的是 追踪一系列这个肾脏功能的检查 比方说你可能有时候在这个临界点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每半年然后每一年看这个规律的变化这样 了解了解 所以有可能比方说你三年或五年再看一次肾功能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来得太晚了 那您的建议是我们大概多久抽一次 学去检查自己的肾功能 如果是正常有肾脏功能正常人 当然大概每隔三年来做一次检查是需要的 如果说你已经比较稍微差一点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每半年或是每一年都定期做那个检查 然后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你最近有吃到一些毒性的物质啊 或是有一些有害的这些物质的话 我想早期来做这些筛检是必要的 可以让我们的肾脏可以赶快来恢复这些功能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看到大家在吃大量那种麻辣锅啦 或者吃很多的这个加工食品啊 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感觉很过瘾 感觉很好吃 可是吃下去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 代谢上面都是一个负担嘛 那我们说女生啊 很容易常常被人家讲说 怎么你今天看起来脸水肿水肿的 那女生如果说给人家感觉水肿 是不是代表她的肾脏的功能就不好呢 好 女生喔事实上水肿的原因 事实上是有很多种啦 包括我们早上没有睡饱都有可能会水肿 是 然后水肿并不代表肾脏不好 有时候是水肿有时候是吃太咸啦 吃太油就会有可能 肉类吃太多这些都是比较不好的啦 所以大概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当然还是有时候需要给病人做一些检查 然后确定说她这个水肿是因为吃太咸啦 或是说她饮食上有一些特别上的一些顾虑之后才产生这样 那如果你一旦发现自己有水肿的状态 那怎么样赶快让自己消水肿啊 最快的方法当然就是去运动啦 然后有时候我们要去确认一下就是要量自己的体重 有时候体重并没有增加它只是局部比较肿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点局部的按摩啦 这些东西都是有帮助的这样 OK 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你前一天晚上吃麻辣锅啦 或者是睡前吃一碗泡面 很咸的味道的那个 你可能隔天起床的时候 就会发现自己的脸部是比较水肿的 那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是前一天晚上可能吃的比较咸 那如果说你已经发现自己有水肿 然后它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 比方说已经感觉有大概五天到一个礼拜了 像这样的水肿状态我们需要赶快去就医吗 好 一般来讲是这样 我们如果说如果在这个一个月内 体重有增加5%以上 所以就比方说60公斤的人 在一个月增加3公斤 这是就是有意义的这个水肿这样 然后所以当然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一个礼拜内 如果增加了1公斤或是2公斤的话 这个在临床上都是有意义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早上起床就发现 那个原来的鞋子是穿不下了 对 这样有时候就是一个肾脏病的一个证兆这样 OK 所以我们要实时的去检查自己 像刚刚王医师讲的 如果你在一个礼拜增加了3公斤 一个月内增加 增加5% 一个月内就是大概增加5% 然后或者早上起来你常 就是比方说你发现你穿鞋子 整个脚都是种种的这样子 然后可能维持的时间 又有大概5天到一个礼拜 这种状况我们就要赶快去就医 查查看是我们的肾脏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对对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说台湾喜盛的人口相当的多 而且还有每一年在增加的趋势 我们来看看这个 请教一下王医师 好 我们台湾每年做血液透析的病人 一年大概有6万人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排第一名 真的 另类的台湾之光 而且好像是每年还在增加 然后肾脏移植大概是唯一的解决的办法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大家觉得说 假设有个陈先生他50岁 他有个女儿23岁 那女儿因为肾脏病就需要洗肾 然后陈先生他很喜欢他女儿 想要捐一个肾脏给他 是 好 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陈先生要捐左边的肾脏给他 还是右边的肾脏给他的女儿 还是都一样 应该都一样吧 左右两边的肾脏应该是一样的吧 对 事实上虽然我们知道 左右边的两边的肾脏 他可能功能都是一样 对 不过我们在技术上大概 我们会移植这个是肾脏的 左边的肾脏 为什么呢 左边的肾脏他在结构上 他那个肾脏的动脉 跟肾脏的经脉相对比较长 就像我们那个种树的时候 我们那个根要比较长比较好种下去 是 如果那个树根只有短短 台风一来一吹就会倒了 所以我们移植肾脏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最好是 捐这个左肾这样 OK 但是左肾跟右肾的功能 是完全一样的吗 对 那还有一个 就是说如果 好 陈先生把左肾拿下来了 对 那他要移植在女儿的右边还左边 因为我们的肾脏在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左边的肾脏 拿下来之后 事实上要种在 要移植在女儿的右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肾脏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是在我们的后腹腔 就是我们的后面的地方 可是到移植的时候 要种在我们的这个前面 所以他会前后会颠倒 所以就是要种在这个 这个女儿的这个右边这样 可是王医师 在技术上也会比较容易这样 OK 好 不好意思 王医师可是我们这个肾脏啊 如果说发现自己需要移植肾脏 我们有两个肾脏嘛 对对对 那不是应该就是移植那个坏掉的吗 而不是就是移植他走 你懂我 你听懂我的意思嘛 就我们有两个肾脏啊 那我们如果说肾脏坏掉是两个同时坏啊 对对对对 所以他不会只是一个坏掉 对对对对 我们需要到移植的时候 这个肾脏基本上就是两个都是坏掉的 如果你有一颗肾脏是有功能的话 实际上是不需要洗肾 也不需要做肾脏抑制这样 了解 所以刚刚王医师才强调说 我们的人我们人呢 就是大概只要一颗这个 就是一颗肾脏就可以 就是维持肾功能了嘛 OK好 那我们说肾脏很重要 就是跟水分的代谢有关系嘛 那我们怎样维持身体的水平衡呢 好 很多病人都会问说 这个我每天我大概喝了 大概有一千多cc的水 可是为什么出来有两三千cc 就是他觉得说 奇怪为什么水分多出来那么多 那有些病人会觉得说 医生我为什么喝了两千多cc 那我每天出来尿不到一千cc 这个事实上是牵涉到我们身体 一些水平衡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人 水分摄取大概一天 一天可能会喝了这个 一千两百cc的水 台湾夏天应该喝的比这个更多 对因为那这个水量喝水的量 只是单纯就水的部分吗 有没有包含这个水果啦 像西瓜啦或者我们喝汤啦 喝茶喝咖啡饮料这些呢 对这部分是没有 就单纯只是喝水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 食物里面的这些水啦 刚刚有提到这些西瓜啦 或是水梨啊等等这些比较 含水分比较多的这些食物 那第三个是我们做新陈代谢 有时候我们运动啊 怎样也会产生一些水分 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一天 大概会有两千五百五十cc的水分 就是进去的 好那我们出来的话 就是大概有一千五百cc 是从尿液跑出来 然后汗水有五十cc 然后大便是这样也有一百cc 那如果你拉肚子可能有十五百cc 对对对 那还有一些是不察觉的丧失 就比方说是皮肤蒸发啦 或者是一些土气啊 这加起来所以也大概会有两千五百cc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 有些人是因为他汗水流的特别多 对 有些人有手汗症啊 或是有人就是很容易流汗这样 所以他的这个 当你汗水增加的时候 自然尿液就变少了这样 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像在冬天的时候 感觉就会比较贫尿 因为冬天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会容易流汗 那夏天如果你在户外 做一些运动或者工作的话 会大量流汗 你就会发现 好像自己就没有那么常上厕所 所以这是有相对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也提到 事实上喝水量 在夏天跟冬天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提到就是说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是根据你的体重 每公斤乘以40 夏天 对对对 冬天的话大概每公斤乘以30 所以一个大概是60公斤的人 在夏天大概60乘以40 就是2400 然后在冬天大概就喝到60乘以30 大概1800cc的水 OK男女都差不多这样子 那我当然如果你流汗啊 或是运动啊 当然就可以多一点这样 好 我们说肾脏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万一你的肾脏有病变的话 那应该怎么应付 那到底肾脏又会有什么样的病变 请教一下王医师 好 我们的肾脏最常大家听过 就是肾脏结石 然后台湾大概根据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 有10%的人有肾脏 所以台湾有230万人口有肾脏 这么高喔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可以看看 所以肾脏这个事实上是很常见一个急性 然后大概跟我们吃了太多这些 有毒的物质或许有关吗 真的啊 对啊 我算会造成肾脏 不是我们印象中说 好像我吃一些什么蛤蜊啦 什么那些东西 牡蛎啦 那些海鲜吃比较多会造成肾脊石 事实上有吃些有毒的物质 事实上一些毒奶粉 在之前在大陆有一些毒奶粉 事实上它在婴儿的时候就会产生结石的 就是身体 尤其我们的肾脏对于这些有毒的物质的处理的办法 就是把它变成结石 就把它变成钙化点 它就是把它这些有毒物质 尽量去消灭它 可是它在消灭这些有毒物质的时候 它顺便自己也会受到了伤害 然后到最后就是产生了这个结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些肾结石的那么频繁 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原因 OK 那如何发现自己有肾结石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产生 然后最简单的话 大概我们做个超音波X光 都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血尿 然后一边的腰会特别酸痛 一边啊 对对对一边的腰 跟平常的腰栓背痛是不一样的吗 腰栓背痛有时候 尤其是比较偏这个中间的时候的这个 大概有时候是脊椎或是坐姿不良 或是长期久坐啊 久站都有可能产生 可是我们的肾结石的痛 有可能就是单边的 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 他的肾结石可以长到很大 都没有发现就对 在他小小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了 有些人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发现的 而且越大的结石 事实上有可能越没有症状 他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痛 所以他才会长大 对对对 那请教一下王医师 如果说这个腰痛啊 是只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痛 还是说白天也会痛 这个如果说你有肾结石的痛 腰痛的话 是一整天都会痛 还是说有一种时间性的 对好 肾结石的痛 他比较是 他应该是短时间会痛 有时候结石在身体突然动的时候 他会在那个短时间 但是他这个痛有时候就非常非常痛 会痛到站不起来 对不对 有可能 就比方说肾结石如果万一 如果掉到输尿管 变成输尿管结石的时候 对 那种痛就非常痛 大概我们在医学上 有把那个痛 就分为零分到十分 就是女人最痛的就是生产的痛 这就是十分痛 然后肾结石变成输尿管结石 这个痛也是十分 那就是非常痛 会痛到没有办法解小便是不是 他会腰痛到在急诊室打滚那种 就是了 了解好 那除了肾结石肾脏的病变还有 我们知道肾脏因为 他也很容易跟这个 泌尿管理感染有相关嘛 然后急性这个肾鱼肾炎 就是代表这个肾脏在发炎的过程 然后他会有发烧啦血尿 那尿尿会有这个浓 比较浑浊这样 当然他也会有腰痛的现象 然后这在年轻女性事实上还蛮常见的 为什么呢 年轻女性因为他比较容易受到这个 泌尿道的感染 有些女生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女生比较男生 比较不喜欢喝水 真的吗 有可能是台湾的厕所比较脏 所以女生大概 他们在习惯上 或是他们成长的过程 在学校那个厕所都比较不干净 这个我要服务一下这个教育部 就是这个厕所的清洁是很重要的 我如果看一个校长 如果我当教育部长 我看一个校长厉不厉害 我就看学校的厕所 对 他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地方 如果那个基本的地方都做好了 可见这个学校一定是管理的非常的好 尤其看女生的厕所 所以台湾很多的女生就是 常常会就是旁观发炎 泌尿道感染 那很多都是因为不喝水 然后也不太常去上厕所 有时候是因为环境不好 就是环境不好 他觉得到上厕所是一个恐惧 所以他有一些不好的纪念 所以尤其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些病人 一些国小的女生 就问起来在学校只上一次厕所 甚至都不上的 一整天下来 都不上的 久了这种不出问题才怪 对对 这真的是不行的 对对对 他们早上就去在家里上一次厕所 然后下午4点回到家再上第二次厕所 哇那个压力很大 对啊 所以就很容易发炎 是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肾脏癌症 这个也是 在台湾现在大概是也是大概10名左右的这个肿瘤 这个当然跟我们这个常常发炎 还有我们这个饮食都有关系 那在台湾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屋脚病地区 就是在那个在那个嘉义啊 那个那些靠近那个沿海地带 因为这个是当初喝水饮水含生 那是有毒的物质比较多 导致这个肾脏的腫瘤也比较多 然后再来肾脏还有比较常见就是肾水炮 肾水炮老师不用担心 根据统计这个50岁以上的这个人啊 就有一半有肾水炮 那这肾水炮是怎么产生的 肾水炮有点像是我们这个水管漏水这样 我们肾脏里面有一百万个这个肾源 那肾源有时候制造水分 它没有沿着这个管线正常去流 然后流到外面去以后 它就形成一个水泡这样 然后慢慢的这个水泡产生 当然它产生是比较慢 它通常都没有什么症状也不会不舒服 然后不过通常如果说小一十公分以下 大概都不需要论和治疗 更大会不舒服会痛的时候才需要把它抽掉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肾衰解 就是刚才就是尿毒的病人 就是尿尿便少辣全身痒倦怠恶心健康 这个就是症状到需要洗肾的程度 这大概就是肾衰解这样 我们说肾脏呢是我们人身体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一个解毒的器官 那当然我们要好好的这个保养它 那还有很多这个关于肾脏的一些问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回到乐祸灾人间 我们刚刚聊到是肾脏的病变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教王医师 就是我们这个膀胱的病变到底有哪些 我们知道大家都最听过就是膀胱发炎 膀胱发炎大概是 在医学上正确的名字叫急性膀胱炎 就是因为有这个细菌感染到了这个膀胱里面 所以大概病人就会有这个尿尿痛 血尿急尿还有贫尿的这个现象 这个大概也是我们在门诊最常见的病人 然后我们根据统计人的一生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 就是每个人大概两个人就有一个人 他这一生曾经膀胱发炎过 真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急性膀胱炎呢 因为大概在尤其在女生最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女生的尿道大概 只有四公分左右 然后很多可以一些细菌 就很容易从肛门附近 或者是说经由性行为 就是把这个细菌带到这个膀胱里面去 然后当然刚才有提到一些女生 就是不爱上厕所 对不爱上厕所喝比较少的水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鼓励这些 大家就要多喝水这样 我们知道全世界有两种水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哪两种水吗 我知道 真的吗 就是我们要多喝水的水 对不对 还有一个当然是 每个人老板会给我们的薪水 好 答对了 好 谢谢王医师的鼓励 不过我再请教一下王医师 就是说有些人是说女生 不要太常常穿一些紧身的裤子 也会容易得到就是膀胱炎 对对 穿紧身的裤子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摩擦 所以就容易把这个细菌 从这个我们的这些比较脏的地方 带到了这个尿道里面去这样 了解 所以最重要是维持健康 这个性感并不是那么重要这样 好的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在年纪大的这个老男人上面 就很容易有这个膀胱结石的产生 然后膀胱结石在X光 就会看到有一个大概白白的点 然后病人当然就会有血尿 尿尿不顺 如果石头太大就会尿尿不出来这样 OK 然后我们有发现 这个最近比较少了 在过去台湾都很会冷 这个石头有时候长到五公分十公分 跟一个那个棒球一样大 在你的这个膀胱里面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造成膀胱结石呢 OK好 那膀胱结石一方面当然 在台湾有时候是色乎腺肥大引起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国外很特别 你知道全世界最容易得膀胱结石是哪一个国家吗 不会是台湾吧 不是啦 埃及 埃及啊 因为不喝水吗 当然那里气候炎热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是埃及有很多所谓的埃及这个血吸虫 在那个尼罗河里面会有很多血吸虫 然后如果你喝下去那些水含有这个血吸虫的话 那血吸虫会寄生在你的膀胱 那是一种寄生虫 是 然后寄生虫在你盘望久了之后 它就会产生钙化 有些这些寄生虫的尸体啊 死掉之后就会慢慢钙化 然后产生一个结石 所以在埃及 在古老的埃及有一个说法 就是如果你尿尿有血的话 就代表你成年了 因为你吃很多的寄生虫 喝了很多的寄生虫进去了 对对对 OK 所以在埃及大概是膀胱结石全世界最多的大概就是这个 OK 那再请教一下王医师 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有膀胱结石 那大概是就说石头要大概几公分大的时候 我们就要需要把它取出 还是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膀胱结石这个取出来大概 一般也是0.5公分以上大概就需要拿掉 因为我们的尿道这个宽度 也差不多是大概有0.5公分左右 然后有时候长到1公分2公分 病人没有任何症状的也是有 就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他长到2公分长到3公分 就是他因为不会痛不会痒 是 然后等真正在膀胱里面长到很大的时候 他才会发现这样 不过现在的台湾的民众比较少了 大概都会注意到这些身体的健康 然后再来就是说 第三个很常见的是膀胱癌 膀胱癌大概是台湾男性 大概癌症的第七名左右 然后他的表现大概是不会痛 我们知道这癌症大部分都是不会痛的 然后可以借由简单的超温波 或是膀胱性 所以看到这个肿瘤的现象 然后膀胱癌的治疗 事实上并不会很困难 所以在目前也有很多新的 这个治疗方法 来治疗这个膀胱癌 所以但是在癌症中算好治疗的 OK 那复原的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 然后再有一种这个膀胱的病变 叫兼职性膀胱癌 兼职性膀胱癌它是让它的表现就是 病人就是很贫尿 然后就很急尿 就动不动去会想上厕所 而且这个齿骨就是我们这个膀胱的 这个上面这也会经常会疼痛 但是你家做很多检查 验尿都很正常 并没有这个急性膀胱癌这个细菌感染 然后这种就是属于的这个兼职性膀胱癌 这是属于所谓的这个神经性发炎 然后那跟我们的比较容易焦虑 或是跟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些传导物质 比较过度的这个活化都有关系 所以就是说太焦虑的人 也很容易得到这个兼职性膀胱癌 那请教一下王医师 像这种兼职性膀胱癌 你在尿尿的时候会痛吗 他尿尿的时候一点点痛而已 但是他的痛是一种慢性的折磨吧 怎么说呢 他就是有点痛又不太会痛 有点贫尿又不太会贫尿 有点急尿又不太急尿 但是他就是长期的折磨 折磨你这样 这有些对于一些女性 尤其兼职性膀胱癌 大概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大概十比一 女生比较高吗 对对对女生比较多 所以女生有时候他就是很贫尿 然后他就是很容易想去上厕所 可是你给他做很多检查都完全正常 对对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担心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归类在这个 兼职性膀胱癌 当然还要做一些检查才能知道 这兼职性膀胱癌 他目前大概还是认为 他是跟身体这些免疫系统 或是这些神经性发炎是有相关系的 对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第五种常见的膀胱疾病是膀胱颈阻塞 这膀胱颈阻塞就某程度有点像是 年纪大的这个男人的色物腺肥大 但是他会比较发生在30岁到50岁的这个男性 就是你就发现奇怪为什么病人只有30几岁 可是他尿尿居然比70几岁的男人还慢 然后当然就是在膀胱颈阻塞 就是在膀胱的这个出口地方就是比较狭窄 所以他尿尿就很困难这样 然后这些人当然在过去我们这些 我们也做一些研究 发现这些人都比较喜欢憋尿 然后他就是习惯憋尿之后 这个膀胱颈就憋久 就功能就失去弹性这些 OK 那他是比较好发在男性 但是女性的朋友还是也有可能得到吗 女性当然是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有一些病人我们就发现膀胱颈阻塞 都是有成就的年轻男性 为什么呢 就是他有可能是校长 或者是一些年轻就有一个很好的企业家 他大概是太专心于工作了 忘记去上厕所这件事 对对对 所以得到这个病不是坏事表示你有成就 这是我个人的发现 就是这个病代表是一个有成就的男人 OK所以在王医师的这个就是您的那个病人的履历里头 有一些是比较有成就然后得过这样病的 OK好 好那我们来看 我没有这个病所以我没有成就 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膀胱过冬 膀胱过冬大概他表现大概还是 就是很急尿就是动不动想去上厕所 然后就是还是 然后同时有些人就晚上会起来尿尿这样 这种急尿感事实上有时候是很难以控制 就是说大脑想到要尿尿的时候 他就要马上冲去厕所 对 不去尿就很难过这样 说实在的憋尿真的非常的痛苦 如果说我们在遇到塞车的时候 又很想尿尿一得要憋尿的时候 那其实是人生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王医师 就是说我们知道膀胱这么的重要 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样来保健我们的膀胱呢 好然后我们的泌尿系统的保健方法 刚刚有提到就是最简单的方法还是要多喝水 然后适当的水分的摄取 然后水果啦 蔬菜这些含维他命B跟维他命C 这些都是抗氧化剂对膀胱比较好 然后我们当然知道有些年纪大的男人 他有摄护腺肥大的问题 像一些番茄啦南瓜 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对这个 我们的膀胱是有 还有摄护腺是有帮助的 大概我们会给一些很最基本的这个建议 然后一些肉类啦 有些就是红肉的食物少吃一点 这个东西吃久了 对膀胱跟摄护腺是比较不好的 OK还有我们说的其实有一些加工的食品 也是尽量少碰对不对 或者一些就是过甜的饮料 是不是也是对我们这个膀胱的这个健康不是挺好的 对我们有过去也有人研究提到就是一些刺激性的饮料 含咖啡也比较多啦 还有一些人工的代糖 就是有时候我们为了减肥嘛 喝咖啡就不加那个糖是加那个人工的代糖 是 那种人工代糖喝久了吃久了之后对身体也不好 所以也尽量少喝这个奶茶 奶茶也是 就是你的牛奶就是那个奶不要喝的奶精就是喝牛奶比较好 我了解 就我们其实前阵大家也有在讨论的 如果你要喝奶茶你就要用新鲜的牛奶泡到红茶里面去 而不是加那个奶油球或者是奶精这样子的 因为它还是一个加工的一个食品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除了膀胱的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每个男人也是很困扰的 就是色腹腺的问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接下来我们要跟王医师聊聊是男人色腹腺的问题 要请教一下王医师 色腹腺的病变有哪一些种类 色腹腺最常见的就是有我们经常提到的 就是色腹腺肥大 这在50岁以上的男人有一半会有这个色腹腺肥大 这么高的比例 70岁就70% 90岁就90%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当然是跟我们这个男性 这个荷蒙失调有关系 就像女生50岁之后不是有更年期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色腹腺肥大 就是某个程度也是这个男性荷蒙失调之后 然后色腹腺就不受控制 就开始增生这样 然后色腹腺肥大 我们知道色腹腺在这个膀胱的下面 而且只有男生有色腹腺 你没有色腹腺 是我了解 然后色腹腺因为它在膀胱的下面之后 它就会导致于这个尿尿就会有困难 然后就一直想尿尿 晚上要起来很多次 甚至尿不干净尿尿要用力 这个事实上在这个50岁的男性 事实上是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 这个密尿系统的这个健康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疾病这样 那色腹腺肥大在比较初期的症状 可以察觉得到吗 可以 大概大部分的病人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一样我进去去厕所 我跟这个年轻小伙子 我同时间进去 然后为什么我出来时间比较晚 事实上他们可以 他们事实上是可以侦查得到的 就是在解尿的那个时间上面 会比较长一点久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说 然后他有时候 本来是可以一觉到天亮 后来就发现 我晚上就是要起来一次或两次 要起来上厕所 然后他也觉得说 然后年纪大了50几岁 他也怀疑说 是不是有色物腺肥大的问题 就会来看医生这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除了色物腺肥大之外 在年纪更大的这些男性 大概我们也很常见的 就是我这个色物腺癌 色物腺癌目前在美国是第一名的癌症 那台湾现在是大概是第六名左右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有些西化的饮食 然后含了太多这些高脂肪的食物 我们这些都是导致于这个癌症的发生 然后色物腺癌一定是跟这个我们的饮食 跟这个都是很有相关性的这样 吃的太油腻也会吗 对对对对 了解 然后色物腺癌它的症状 有可能跟色物腺肥大 有可能是那个也没有任何症状 我们知道癌症有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对 但是色物腺癌有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还好有个这个癌症的指数 叫色物腺特异抗原会上升 我们可以抽血 我们会建议大概50岁以上的男性 尤其家里的人如果说妈妈有乳癌 或者是爸爸有色物腺癌的时候 就是可能要提早到45岁去抽这个色物腺的特异抗原 然后第三种跟第四种这个色物腺的疾病 就是急性色物腺癌 色物腺炎就是发炎 可是跟女生的这个膀胱发炎有点类似 它就是一样会尿尿困难 急尿血尿甚至会发烧 会有胃寒的现象这样 那这当然是跟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这个急性色物腺炎没有治疗好之后 就会变成这个慢性的这个色物腺炎这样 然后病人大概就会觉得每次尿尿都不舒服 会痛啊会不舒服 然后闷闷的闷闷的不舒服 有甚至几个月都可能会产生这样 所以大概是我们色物腺最常见这个疾病 大概是这几种这样 OK那王医师平常我们怎么去保护 或者保健自己的色物腺呢 好然后过去有一些研究就发现说 定期的运动啊 然后饮食上就是一些蔬菜啊 还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一些蕃茄 那含的这些茄红素啊 这些东西是对色物腺事实上是有帮助的 然后再来除了这个饮食啊运动之外 也有人提到就是说 一些焦虑的生活啊或是肥胖 这些都导致于还有糖尿病 这都容易导致于这个色物腺容易肥胖这样 那也有人研究过就是 如果你的体重就是你的这个身体 这个质量指数VMI要大于30以上的话 这你得到这个色物腺肥大跟色物腺癌的机会 就比人家多了好几倍 所以适当的体重的控制是很重要的 不要让自己到了有年纪的时候 然后过胖 这其实也会造成身体很多疾病的产生 好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呢 是夜尿的问题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长辈 就是好像就是平常一到要睡觉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尿尿很急 随时想要去尿尿 甚至已经睡着了 还会半夜起来再尿尿 那这夜尿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 好 我们知道夜尿事实上也是 病人会来看密尿科医师 很常见的一个原因 然后他们通常可能觉得说 尤其在冬天特别容易 就是冬天晚上可以好好睡觉 可是如果你要晚上起来两三次 是 然后天气 那晚上又很暗就很容易跌倒 摔倒 然后甚至说有骨折的这个现象 然后夜尿事实上基本上 会产生夜尿的情形 事实上是原因很多 不过我们在密尿科方面 我们会把它分为有四个原因 一个叫夜间多尿 夜间多尿就是说 晚上的尿大于全天的三分之一 对 那这个东西当然有很多原因 比方说心脏不好 肾脏功能不好 或是有一些会打呼的病人 或睡觉前喝太多水 这个就是夜间多尿 是是是 对 会发现好像很多的长辈 都会反映说 他白天感觉没什么这个 尿尿的一些尿意的想法 但是到夜间一躺下 要睡觉的时候 就想尿尿 一躺下就想尿尿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夜间多尿的状况 对 好 那第二个是夜间的这个 膀胱容量变小了 就有时候 刚刚有提到就是 摄氛腺肥大 膀胱过动症 都会导致于这个夜间的 膀胱容量变小 意思就是说 他白天他膀胱或许可以装到 300cc的尿 可是到晚上这个膀胱变得比较敏感 他或许只能装到200cc的尿 所以他白天可以尿到300cc 可是到晚上就只能尿200cc 所以这时候他就自然 自然就很经常起来尿尿 好 那第三个叫混合性的夜尿 混合性的夜尿就是 有第一种跟第二种 就是两个都有 我们在临床上这个第三种 实际上是最常见的 然后这些人事实上晚上有可能 又合并的失眠 老人家胡思乱想 想儿子想女儿 什么平安等等 睡不着焦虑 这个都会产生 这是混合性的夜尿 好 第四个就是多尿 多尿症的意思就是说 像有些人是有糖尿病或尿崩症 或是有些吃力尿剂之后 导致于他一整天的尿液 就是尿液出来的量大于每体重的 每公斤体重的40 意思就是说一个60公斤的人 每天的尿量60乘以40 就是2400 就是说有些人就是他 无聊就想说 医生叫他多喝水就喝很多很多很多这样 喝太多当然晚上也起来尿尿这样 OK 好那王医师我也想请教一下 您刚刚有说多喝水这件事情 那因为大家的关联都是水要多喝 但是水真的喝太多太超过了 对身体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害处呢 好 水当然喝到超过 刚刚有提到就是每公斤超过40cc之后 当然我们身体的电 这个有些电解质实际上是容易不平衡 然后当然喝到超过的话 就很容易我们身体的意识 甚至有时候会混乱都有可能 所以大概我们还是要适当就好了 再请教一下王医师 改善这个夜尿的十个生活好习惯 来请你跟我们大概分析一下 好 OK好 我想我们在日常保健上有很多是不需要药物的 可以改善这个夜尿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睡觉前尽量去排空尿液这样 那个有人是这样 就是说有一次第一次尿完是尿不干净 我们可以试着尿尿完之后 不要立刻离开厕所 我们就站在原地或是坐在原地 然后隔个30秒再放轻松再尿第二次 确定那个人尿尿已经排空了 尤其老人家也觉得膀胱比较无力 他尿第一次是尿不干净 他需要尿到两次这样 没错 那第二就是睡觉前就要喝水 不过这老人家很奇怪 告诉他说你晚上少喝水 他就是说我就是起来尿尿之后就会口渴 那我可口我就要喝水 喝完水之后 我睡两个小时当然要起来尿尿 尿尿完之后我又觉得口渴 所以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不过很重要就是西瓜水里 这是白天很好 那晚上睡觉你们不要喝了 咖啡酒喝酒 就是兴奋剂的这些提升饮料 就是少喝就不要喝这样 然后第三个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 老人家为什么晚上会起来尿尿 部分是因为心脏不好 或者说肝脏不好 所以导致于这个身体的淋巴系统 这个循环变差 所以在白天把脚抬高 或是把双脚按摩 这个都有助于这个尿液可以让白天会出来这样 然后刚刚有提到白天适当的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淋巴系统循环变好 所以尿液会在白天会比较出来比较多 晚上自然出来就比较少 这有人研究过傍晚的时候快走30分钟可以夜尿从3.3次降到1.9次 所以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快走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对各方面的身体健康来讲都有非常正面的帮助 不只只是这个夜尿上面的改善而已 好那再也就是说有些人会打呼打憨 会吵醒梦中隔壁的人 就是可以适当的使用这个睡眠的辅具啊 这个可以不只可以帮助睡眠 也可以减少这个打呼 会吵到隔壁的人在睡觉这样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善用器具 有时候我们是让尤其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 老实讲我们并不鼓励他到厕所去尿尿 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在这个床的旁边就有用个尿壶 或甚至用尿套 就是说他真的行动真的很不方便 就把尿套套在他的这个生殖器官上 这样他就可以直接尿在那个尿套里面 那个尿套有点像是个比较长的保险套 这个时候就不用去上厕所 然后他可以好好睡觉这样 然后再来第七个就是 尤其在冬天保持床铺的温暖很重要 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天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想尿尿 何况是老人家 那起来尿尿床铺又不温暖 当然又起来尿 然后又睡不饱 然后又睡不温暖 当然就是尿尿再增加这样 然后第八个就是做体重控制 就是要调整我们这个体重 BMI不要超过30 还有第九个就是保持良好的婚姻关系 这个也有提到就是说 单身的男子会比较多这个夜尿的困扰 所以我老婆的男人是最幸福的这样 然后第四个就是治疗打汗 刚刚有提到就是打汗会吵到人 但是而且也会这个 它不只会产生这个呼吸中止 也容易产生这个夜尿的情形 所以我们说要改善身体的疾病 当然最重要就是养成日常的一些好习惯 日常生活的一些好习惯 当然就可以改善你身体上面的健康状况了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医师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